月底读者团要又一次来到乌镇 我不知道有多少是上一次里面的朋友 还是全部是新面孔 我相信现在当然会说 你要找沐昕就要到乌镇去 然后到了乌镇 你也发现这个沐昕和乌镇和他的故乡 已经融为一体 这两件事情就变成两个符号 一提起沐昕就是乌镇 一提起沐昕就是沐昕 但事实上乌镇除了沐昕之外 乌镇的领导者 整个公司旅游公司 不断的在推出乌镇自己的文化产品 除了旅游产品以外 大家知道最著名的就是2013年开始的戏剧节 到现在今年已经办成第四届了 第二呢就是当然是去年开馆的沐昕美术馆 在外界也都知道了 那今年新的事情 2016年就是在乌镇西沙入口处边上的过去的沙场 有点像乌镇的七九八 成功办成了第一届乌镇当代国际艺术邀请展 从三月一直展到六月 所以现在为了沐昕先生去的多者团 将会看到相当多元的一个文化景观 我非常建议大家就在入口处边上走五分钟就能到的那个当代艺术场馆去看一看 你差不多等于你在纽纽约或者在北京或者在在在柏林看到的这么一个蛮具规模的一个当代艺术展 你会很惊讶这样的展览只会出现在北京和上海 结果现在出现在乌镇 那个美术馆现在大概展品是一个什么样的 美术馆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最头痛的问题就是沐昕的所有作品是纸本的 纸本按照国际惯例就是不能多于两个月 在光照的情况下 虽然我们已经弄到最暗的灯 但是我们展出了三四个月以后发现有个别化已经开始太干了 或者或者怎么样 因为物证方面花了大力气就是用了各种设备 让它保持恒温恒湿 但仍然管里面的温度和光照 让这些纸开始出现有些边缘脱离了原来的这个卡纸 所以已经超过应该展的时间 所以在三月底和四月底 我们做了一次规模蛮大的就是更换作品 几乎每个厅的作品都更换了 就拿另一批作品来挂上墙 那今后这个在美术馆的制度上就要贯彻了 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就得更换作品 好在沐昕的作品现在数量还够更换 好那我们乌镇见 好欢迎大家来 大家来的高兴 感谢您的高兴